Show me your best double triple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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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 triple 動感歌舞洗腦電音 这乍看之下就是一般的K-POP流行乐 但是这可爱甜美的女偶像 全都不是真人 My name is Ivan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Jane Can you tell me about your band? Yes I'm from the world's first virtual K-POP girl group She tells me 都是用AI生成的虚拟女孩 共11位 组成叫做Eternity的女团 Is this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 Of course we cannot be seen in person But if you have a device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us anywhere at any time As a virtual group We are not limited by location We can broadcast anywhere The only thing we cannot do is sign an autograph 看得到 触不到 但除此之外 唱跳 巨佳 风格 百变 不会累 不会变老 还能完全客制化 记住你是谁 就像你的朋友一样 But in this case It would be an avatar That sings and dances That you actually want to talk to They will remember you They will know about you And they will talk Based on that information AI偶像最大卖点 就是能完全符合你的想象 依照喜好风格来调整 而且也没有语言隔阂 Ai运用在娱乐圈掀起科技革命 不用耗费大把时间财力 去栽培能歌善舞的偶像 照样能收获数位世代的年轻粉丝 而在美国好莱坞 AI越来越能骗过观众的眼睛 演员们看起来 怎么都不会老 视觉年龄好惊人 怎么办到的 不仅让过往看来 突兀的美化修图 更为自然 AI还能这样用 影像经过AI软体 自动校正过后 变成这样 直接变成了法文配音 嘴心脸部表情 却能完全一致 这样的软体 原本是想要解决许多影集 在配过不同语言后 完全不对嘴的状况 但没有想到 也能这样玩 林恩尼迅的声音台词 直接透用在不同人身上 看来也超真实 AI越来越强大 真的能够替代 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吗 许你女友 云端情人 任你挑选 重点是透过AI 可以学习你的喜好 讲的全部都是你想听的话 有学者警告 这会毁掉整个年轻世代 对人际关系的理解 当然AI可以当作一种辅助社交的工具 像是有交友APP 就打出用AI帮你聊天 不过CN记者来实测 似乎不太顺利 一不小心就太油腻 使用者可以选择 想要什么风格的语句 AI会分析你过去的简讯记录 推荐适合你的话 但是看起来都不适合 不过尽管如此 还是有发展空间 日本软银的创办人 孙正义就很有信心 他评估10年内 通用AI会比全人类的智能 强大10倍以上 不过他也警告 日本企业采用AI的比例还太低 再不醒醒可能会被淘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